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光依然明媚 最高气温还要再冲一冲 省内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将提升至25度上下 到了下一周冷空气还会反击一下 不过最高气温还能在20度上下 好 更详细的天气信息 敬请期待迹象主播行进在7点过后的分享 马上开动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先来关注省卫健委昨天发布的 4月21号零时到24时我省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 4月21日零时至24时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沈阳市报告2例 大连市报告2例 治愈出院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 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 解除医学观察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4例 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例 今日沈阳市公安局黄姑分局组织警力 对流浪拾荒人员开展全面排查 并在工作中将一名潜逃12年的外省命案逃犯 裴某某男68岁抓获 经查2010年3月15号在河北省阳远县 裴某某与其女儿的男友吴某因彩礼问题发生口诀 遂将吴某杀害后潜逃 目前沈阳市公安局黄姑分局 已将犯罪嫌疑人裴某某移交河北警方处理 疫情之下物流畅通很重要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也采取一系列务实有效举措 全力保障物流畅通供应链稳定 近日一列由波兰始发的中欧班列到达中铁连级大连中心站 运载的上千吨橡胶轮胎布料等货物 都是腹地企业急需的生产原料和配件 大连港以新业务新模式拓展市场 保障供应链稳定畅通 我们要和整个集装箱物流链进行一个数据的打通 做一些组合港的业务 增加我们整个的口岸的吞吐量 中国铁路沈阳局科学调配运力 全力保障银钢集团原燃料和产成品运输 组成3批4180亿人的支援队伍 进驻坝鱼圈北站及银口港内作业 支援配合银口港和当地铁路企业恢复运输生产 我们共享银钢运送原燃料374.8万吨 发送成品钢131.8万吨 有利保障了疫情期间银钢正常生产 田领市西丰县设立企业服务秘书 实施点对点服务 全程引导护送监管生产原料和产品运输车辆 锦州市一县成立交通管理专班 与包保单位和企业保持跟踪对接 协调解决企业在原材料保供 货物输出等方面的难题 安山市公安局立山分局通过警企微信群 为辖区企业提前制定封闭运输路线 本夕辽阳市公安局简化大货车司机 运营闭环管理流程 加快车辆通行速度 我们与辖区企业建立联络联动机制 及时受理解决疫情期间运输车辆中 遇到的问题 真正做到车辆畅通道路畅通 打通大动脉的同时 各地也在疏通农产品运输的毛细血管 引口盖州市公安局团山派出所出动警车 在高速公路收费站 引导外地收菜运输车辆 抵达当地大鹏收菜 位于盘山县的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 对县域内的快递快运分拨企业 开设快递运输车辆绿色通道 确保各类物资运输优先便捷通行 平均每天转运物流快件量200多万件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 也专门开辟中转渠道 助力复工复产企业产品的顺利发育 本台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东北首趟中老铁路 国际货运列车开行的消息 昨天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海关等多部门联合打造的 中老铁路沈阳至万象国际货运列车 在沈阳开行 随着一声汽笛长鸣 中老铁路沈阳至万象国际货运列车 满载着25个集装箱的机电产品 日用百货和汽车配件 从中国铁路沈阳局 虎诗台车站缓缓驶出 列车将经云南摩罕口岸出境 开往老挝首都万象 中老国际货运列车 运行全程是4752公里 在国内段是4330公里 那么较正常的船起要缩短 5至10天 到达老挝万象 大约是10天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围绕中老铁路运输优势 优化国际货运列车运输方案 按照优先受理 优先装卸 优先查验的三优先原则 实现乘运 查验 转运的快速无缝衔接 此次列车开通 意味着东北地区与东盟之间 以铁路为载体的贸易通道 正式联通 对推动我省深度融入RCEP协定 加快中国东北与东盟地区国家的 全面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台报道 用音乐讲述抗议故事 今日由省委宣传部 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 沈阳音乐学院联合出品的 抗议主题原创歌曲MV 《坚持就是胜利》上线发布 在抗击疫情期间 沈阳音乐学院师生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用音乐讲述生动的抗议故事 艺术化表达出 广大干部群众 共战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唱出了《坚持就是胜利》的必胜信念 自疫情发生以来 沈阳音乐学院创作了 《隔空拥抱》 《与爱同行》等20余首抗议歌曲 用音乐凝聚同心抗议的 磅礴力量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哪一个人 凝聚起 众志成城 功课时间的磅礼力量 本台报道 今天是4月23号 是第27个世界读书日 世界读书日的设立是为了推动更多的人 去阅读和写作 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尊重和感谢 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 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 保护知识产权 每年的这一天 世界100多个国家都会举办 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 特别巧合的是 4月23号是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的祭日 这一天也是莎士比亚出生和去世的纪念日 又是美国作家纳伯科夫 法国作家莫里斯·德鲁昂 冰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拉克斯内斯等多位文学家的生日 看来这一天成为全球性读书日 还真是名正言顺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最诚挚的朋友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让我们一起远离喧嚣 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读书日 日日读 12时辰将古诗词的浪漫 与不同的读书状态完美碰撞 将不同的地点与12时辰融合呈现 展示我国如今的全民阅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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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昨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 是世界地球日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从各种视角来欣赏美丽的地球家园 先来看一看太空的视角 神十三航天员成组在执行出舱任务时拍到了独特角度的地球影像 而之前的神十二航天员成组聂海胜刘波明在出舱的时候 身上的摄影机更是对准了彼此 背景就是我们蔚蓝色的地球家园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从航天员的视角来看一看美丽的地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受完了地球之美 下面我们再具体感受一下中国之美 世界无几青藏高原上的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在卫星摇杆视频的镜头下格外壮美 作为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 珠峰呈巨型金字塔状 海拔8848.86米 位于中国与尼泊尔边界上 是一条近似东西向的弧形山系 生机勃勃的高原湿地 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 壮丽秀美的绒布冰川 共同构成一幅壮美画卷 珠穆朗玛峰周围有548条大陆形冰川 总面积达1457.07平方千米 平均厚度达7260米 珠穆朗玛峰周围5000平方千米 范围内的冰川覆盖面积 约1600平方千米 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2020年5月27号 我国新一代测量队队员 历经三次冲顶 终于成功等顶 将红色测量掺标 再次立上世界之巅 经过几个月的专业计算 当年12月8号 公布了珠峰的最新高程 8848.86米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生物多样性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基础 接下来我们到去年才设立的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看一看 那里已经成为了 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的 栖息繁衍之地 日前 一只野生东北虎 偶然闯入了 浑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直清点的视频监控画面 真的是 当时看见的是激动 又还有点害怕 然后还有点小惊喜吧 刘露露告诉记者 视频监控区域 属国家虎豹公园范围内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 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大工程的推进 尤其是东北虎豹公园 批复设立以来 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 得到了有效改善 最新数据显示 野生东北虎 东北豹数量 有试点支出的27支和42支 分别增长至50支和60支 监测到新繁殖幼虎10支以上 幼豹7支以上 并呈现明显向中国内陆 扩散的趋势 目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 安装了一套天地空 一体化自然资源监测和管理系统 野外三万台红外相机 实现了公园的全覆盖实时监测 不仅可以实现高清图像 和视频实时回传 还能把土壤 水质 空气等 传感器的生态因子采集回传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 接下来再来感受一下文明之美 昨天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办 汉景地杨陵博物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联合承办的智世之光 西汉地陵考古成果 及致敬考古百年调陈完成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江村大墓 也就是汉文帝霸凌考古出土的 23建筑文物首次向公众展出 我们给大家说一说有什么看点 这次展览调整新增了半速陶涌 溜金车马器 铜漏湖和各式陶涌 其中的铜漏湖是汉代流行的计时器 它是在夜晚或阴雨天计量时间的 类似的文物过去也发现过 但汉文帝陵园出土的这个特别完整 极其珍贵 考古人员开玩笑说 原来在汉文帝霸凌地下宫殿内 也实行朝九晚五 另外这个展览还有汉宣帝 杜陵 金箍玉杯 玉武人 汉原帝 魏陵 白玉避邪等 汉代的代表性文物 好 接下来咱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稍后您将看到女大学生 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 挽救同一患儿 还有带您解锁海南离岛免税之旅 更多精彩内容 一会儿咱详细了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痛 轮番上演 可这一大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请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对着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我们来看一看大屏幕 躺在病床上的这位女孩 是南京中医药大学 2021级的硕士研究生 于同学 大家不要以为她病了 其实于同学这次住院是为了救人 4月20号 于同学成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 这是她在半年内的第二次捐献 而这份珍贵的生命礼物 将为四川一名 四岁的小患者带去新生的希望 这位同学是为一位患者 进行第二次捐献了 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 是否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找到一个合适的供者的话 如果在亲缘的家属中 比如兄弟姐妹 能够匹配到的几率 大概是25% 但是在一个没有血缘的 无关供者中 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供者 这个几率就很小 在极端情况下 甚至只有十万分之一 于同学说 这是她人生中最幸运的事 我想说 茫茫人海 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真的被小于的这份善良 感动到了 再来看 最近一段小区 邻居自发接力一周 为14岁男孩送饭的视频 引发了关注 这事发生在安徽的陆安 由于疫情原因 男孩家住的楼被封了 很不巧 男孩的妈妈在这个接骨眼 生病入院 爸爸又远在广州 邻居们知道后 自发排班 每天给孩子做饭送饭 顿顿不辣 哎呦 这伙食看着是真不错 都有点馋了 虽然男孩眼神中 还有些怯生生的 但我们相信 这份感恩的种子 已经在他心底扎根 前两天 男孩妈妈出院回家了 他和丈夫商量好 等疫情过去 一定要把邻居们 喊到家里聚聚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 这就是最真实的例子 再给大伙介绍一位 暖心的低姐 他叫向霞 没错 就是这位 是武汉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向霞特别善于捕捉 乘客的小情绪 并且还有办法 来缓解乘客的坏心情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举个例子 有一次一位 刚刚失恋的小伙子 上了他的车 激动的垂窗痛哭 情绪失控 为了安慰小伙子 向霞讲述了自己 和前男友的故事 同时打开手机 播放了分手快乐 聊着聊着 小伙子的情绪 渐渐稳定了下来 还有一次 有位情绪不佳的乘客 想看武汉的长江大桥 向霞熟练的播放了一曲 跟着感觉走 轻快的氛围 很快就甩走了坏心情 这样的故事特别多 向霞的歌单 可能都不够用了 在乘客最脆弱的时刻 送上一份鼓励 这既是一份善良 更是一种智慧 好 新闻继续 无一架机快到了 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三大举办地之一 北京延庆奥林匹克公园园区 将于4月29号对大众开放 并实现四季运营 延庆奥林匹克园区 建筑分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延庆冬奥村以及大众雪场四个部分 开放后 延庆奥林匹克园区还将结合春夏秋 三季度的山顶景观 滑草 山地自行车 攀岩 徒步 露营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我们视线转向海南 眼下正在举行的博敖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 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海南的博敖 目前海南正在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离岛免税已经成为了海南的主打品牌之一 免税店究竟怎么才能买够划算呢 海南免税新政你了解多少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去年呢 海南免税购物新增了两种提货方式 返导提取和邮寄到达 再也不用担心买买买之后 行李超重了 填好信息 邮寄到家 除此之外呢 线上购物也是海南免税店的一个重要发力点 打开手机APP 所有的商品折扣全部在这里查看 网上预定 离岛提货 怎么样 这份海南免税店购物攻略你get到了吗 春暖花开很多人都会踏青出游 而这个季节也是各种风类活动比较活跃的时候 不小心被风遮了怎么办 来听听医生给您吃的烧 医生介绍 每年踏青时节 皮肤科都会接诊到不少被风遮伤的患者 这些患者多数是在遇到风类后 对他们有驱赶 拍打等不恰当的处理 而导致风类的攻击 如果视频不幸被风类遮伤 要针对不同的风类 及时对伤口做出相应的处理 如果是被风折伤之后 首先第一件事你要观察皮肤上有没有残留的毒刺 如果有残留的毒刺的话 应该你先用一些铁纸、甲纸 或者用一个胶布将毒刺的残留 那部分将它贴出来或者夹出来 第二个如果是蜜蜂钉咬的话 你要观察到底是什么风引起的折伤 如果是蜜蜂钉咬的话 可以用肥皂水去冲洗 如果是黄蜂、马蜂这种蜂钉咬引起的 可以用食草去冲洗去外涂 然后再用流水去清洗干净的伤口 清洗完伤口之后 如果症状比较轻微的话 可以外涂一些消炎的药膏 例如常用的激素药膏 好像丁春花荷的虫、曲迷身、乳膏都可以 有需要的话 苏氧比较明显可以适当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 医生介绍 被蜂类遮伤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就是出现水肿性的红斑 在红斑上面可以见到蜂类的尾针残留 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搔痒感、刺痛感、烧灼感 如果情况比较轻微 在2到12个小时 症状会逐渐消退 但是一些情况严重的患者 或是有过敏体质的人士 可能会出现发烧、乏力、呕吐等严重症状 需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好 今天的新闻上半场就是这些 稍后主播行进蓬勃 将为您带来新闻下半场 别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颈尖腰腿都需要超保养 育枝林牌优刃级胶囊 精选三期 葛根、骨碎部 三位药食同源 胺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 钙、四位骨营养素 吃一样含七样 综合养护骨关节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骨关节、长保养 记住优刃级 现在推出体验 只要九块鱼 整整六十米 不收邮费 直送到家 养护骨关节 朱朗尼专用 优刃级 年纪大了 骨密度降低 颈、肩、腰、腿 容易出问题 你们看 优刃级脚囊 有三期 有葛根 还有骨碎骨 三位药食同源 有鞍桃 有硫酸软骨素 鱼胶原蛋白 还有钙 四位骨营养素 吃一样含七样 养护骨关节 腰腿颈尖 需要长保养 长保养 骨关节 长保养 记住优刃级 玉枝林牌 优刃级胶囊 国家发明专利 中老年专用 吃一样含七样 增加骨密度 养护骨关节 现在推出体验活动 只要九块九 整整六十 不收油费 直送到家 养护骨关节 中老年专用 优刃级 股关节 长保养 适时优刃级 中老年专用 优刃级胶囊 精选三期 胺糖 硫酸软骨素 钙等七味原料 吃一样含七样 中老年专用 腰腿颈尖 长保养 适时优刃级 国家发明专利 玉枝林牌 优刃级胶囊 国家发明专利 增加骨密度 养护骨关节 中老年专用 增加骨密度 养护骨关节 适时优刃级 吃一样含七样 玉枝林牌 优刃级胶囊 现在推出体验活动 只要九块九 整整六十例 不收油费 直送到家 优刃级体验活动 只要九块九 整整六十例 不收油费 直送到家 养护肤关节 中老年专用 幽刃级 玉枝林药液 腰椎肩盘 出了问题 红啊 请用输筋 剪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望州白云山 陈领记 一安宁丸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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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欢迎来到今早的新闻气象战 咱们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我是行进 前一天的一场雨 给不停声温的辽宁 泼了一盆冷水 让气温昨天冷静了一下 但是也就仅仅冷静了一天 今天气温再次升高 全省各地相对比 昨天的温度升幅 大概会达到五度 美中不足 今天风比较大 咱们来看看今天天气的具体情况 今天本西丹东地区得注意了 晴转分散性阵雨 其他城市是晴有时多云 最高气温 今天辽阳朝阳地区 是25度到28度 大连丹东锦州 迎口盘锦葫芦岛地区 是18度到21度 其余的地区都是22度到24度 一早一晚 这温度还是显得略低 辅顺丹东地区是4到8度 其他地区都是9到13度 今天风大的地方 还真的是不少 像复兴 铁岭 盘锦地区 以及康平 法库 新民 辽中 台湾 黑山 北镇和北漂 都这一大片地区 西北风能达到7到8级 阵风9到10级 像大连 丹东地区 以及旧延 是偏南风5到6级 阵风7到8级 其余城市的最大风力 也都可以达到8到9级 但是不要担心 这只是阵顺时的风力 主要白天的风力还集中到4到6级 不过想一想 没有一点体重 还真不太敢出门了 说到体重 加指一算 还有十来天就立下了 正所谓春天不减肥 全年涂上杯 这中医中还有春排下减的理念 但是要健康瘦 咱们得做好这几件事 第一件事 清早起来和杯温开水 帮助抑制食欲促进代谢 第二件事 增加粗粮的摄入 为身体补充膳食纤维 促进肠道蠕动 抑制碳水的吸收 但是咱也不能光吃吃喝喝就减肥 第三件事 咱得动起来 可以慢动 但是不能不动 像打羽毛球 坐于家跳绳 骑自行车 哪怕咱走道快点 这都比较合适 最后就是有些人喜欢 不吃肉光吃菜减肥 这一定得注意荤素搭配 建议每天一到两种的肉类 最好在中午吃 晚饭就可以吃得稍微清淡一点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 气象观察员拍摄的美丽的照片 咱们先来看沈阳青年公园 蓝蓝的天空上飘着朵朵白云 建筑物倒映在河面上 公园里边林木葱玉 水天一色 再去巴玉圈看看 昨天雨后的早晨空气清新 走在校园里远远就能闻到芳香 原来是紫丁香花开了 美在之头 香飘风中 这蜜蜂也飞过来 瞬息花蜜了 享用着春末亮的甘甜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全省具体的天气情况 活感成熟超高产的红硕5G738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沈阳 晴 23度到9度 大连 晴转多云 19度到12度 安山 晴 24度到13度 辅顺 晴 23度到4度 本西 晴 晴 晴 22度到10度 丹东 晴转多云 19度到7度 锦州 晴 晴 20度到11度 颜口 晴转多云 20度到11度 复心 晴 24度到9度 辽阳 晴转多云 25度到11度 铁岭 晴 晴 28度到11度 铁岭 晴 20度到11度 盘紧 晴 20度到11度 盘紧 晴 20度到11度 葫芦岛 晴 18度到10度 葫芦岛 晴 18度到10度 沈阳 晴 23度到9度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我是彭博 关注辽兰终于所爱 昨天晚上本赛季CBA总决赛展开了第二场的较量 辽宁本刚凭借福格和富豪分别得到的27分和19分 以99比90再次击败了浙江广煞控股 从而在7场4胜之的比赛当中 获得了总比分2比0的领先优势 本场比赛广煞首节是28比24领先了4分 而辽兰在第二节完成了反超 第三节结束的时候 辽兰是以82比66将分差拉开到了16分 虽然第四节辽兰有一些失误 但是还是顶住了广煞的反扑 最终辽宁是99比90拿下了比赛 而在数据方面 本场比赛辽宁队是6人得分上双 除了福格和富豪之外 赵继伟交出了10分13次助攻的两双数据 而张震灵得到了12分 韩德军是10分13个篮板 而莫兰德是10分7个篮板5次助攻 郭艾伦在本场比赛发挥不佳 石头两中最终仅有4分入仗 不过这并不影响辽宁队获胜 这场比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富豪 在季后赛以来富豪的三分球 一直保持着高命中率 在本场比赛富豪继续保持了自己的高效稳定的输出 他和福格是联合砍下了46分 我们来看一看更多的细节 第一时间记者在南昌发挥的报道 本场比赛富豪依然发挥稳定 他替补出场41分50秒 16投8中得到19分7篮板 一助攻没有失误 正负值高达正20 这个季后赛富豪的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7.6% 他成为了一个出色的空间型四号位 季后赛以来吧 他这个变化比较大 攻守两段对球队帮助也比较大 这个还是在防守上 需要他做出更多 但是确实这个赛季 包括他和张仁林 这中生代球员的进步 这个非常明显 也是我们球队现在能走到现在 比较重要的一点 富豪在进入辽宁队之前是81队的队员 而南昌作为之前81队的主场 富豪更是熟悉 希望剩下的比赛 富豪可以继续保持高效输出 帮助球队冲冠成功 第一时间徐媛媛 崔西红南昌报道 CBA总决赛不光比赛好看 球队发布的赛前海报也很有看点 昨天辽兰发布了CBA总决赛第二场赛前海报 那么在首战忠于所爱之后 又来了一波回忆沙 这张海报配上了文字再聚首 辽兰官方写道 在四年前的同一天 辽宁本钢队在主场进行CBA总决赛的第四场 以100比88战胜了浙江广沙队 以4比0的大比分夺取了对时首个CBA联赛的总冠军 四年真快再回首再聚首 又一次夺冠的机会摆在了辽兰的面前 昨晚辽兰轻松拿下了第二场比赛 也是对四年前夺冠日最好的纪念了 而说起回忆沙 辽兰的前主教练郭世强 这两天也是频频被球迷们提起 四年前正是郭世强带领辽兰夺取了总决赛的冠军 而在辞去了辽兰主教练之后 郭世强南下广州直叫广州南兰 不过出身辽兰的郭世强 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跟在哪里 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郭世强表示自己被辽宁球迷深深的感动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 说广州南兰去长春赛区的时候 有一些球迷是辽宁的 打出了这个横幅 上面写着老叔要健康 不管走到哪都要照顾好自己 还有老叔无论走到哪都支持你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其实辽宁球迷是非常重感情的 虽然郭世强确实离开了辽兰前往了其他球队职教 但是作为辽兰的首冠的主教练 也是辽兰多年来的功勋 老叔在辽宁球迷当中 人气还是非常高的 好了 今天休战一天 明天晚上的19点35分 双方将迎来第三回合的对决 我们也预祝辽宁队再下一城 率先拿下本赛季CBA总决赛的冠军点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 老话说呀隔膊亲对吧 这爷爷奶奶对自己的孙子呢 是绝对宠爱的 而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往往会利用老人的这个心理 拿孙辈们受伤这样的理由当幌子 给老人设下圈套 近期家住江苏南通的田奶奶 在家里突然接到了孙子的电话 由于老人已经80多岁 从对方的声音判断 可能就是自己的孙子 所以放松了警惕 田奶奶当时就慌了 赶紧把家里的存款找出来 不过老人家的反常行为 引起了家里人的注意 你奶奶还没缓过来 他以为是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他要帮你解决 奶奶是一片好心 好的 你只要你孙子跟你说了 没有这回事 给你打电话的人是骗子 冒充他的 这个电话号码确实是00开头的号码 然后我们在与他的孙子进行了通话 这个电话里跟他的孙子 确认了确实没有这回事情 田奶奶才放下心来 由于家人及时发现病报警 在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的劝阻后 才保住了田奶奶的38000块钱 还是那句话 遇事别慌张 先打个电话和家人确认一下 千万不要被骗子轻易的忽悠了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接下来是一条有关告别的消息 4月21号导演黄鼠琴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 在上海逝世享年83岁 黄鼠琴这个名字呢 对于老一辈的影迷来说 真是太熟悉了 他1939年的9月9号生于天津 1959年他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964年考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 先是跟随谢晋在阿摇兰天云山传奇当中 担任副导演 那么从1981年开始呢 独立的拍片 作为我国的第四代导演 女性的身份给了黄鼠琴独特的观察视角 他的代表作《人鬼情》被誉为 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 他还先后指导当代人《青春万岁》 《嗨!弗兰克》等影片 其中电影《青春万岁》更是影响了一代人 另外呢 黄鼠琴还指导过大家非常熟悉的电视剧 《围城》《啼笑姻缘》等等 他的作品呢 是屡获国际国内的大奖 2016年黄鼠琴还荣获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有电影人评价说 黄鼠琴是中国电影一抹柔软而艳丽的女性光彩 一代导演留下了太多的经典作品 这也是他给影迷们留下的宝贵的财富 好 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稍后呢 您将看到 英国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病例破百 美国疾控中心发出警告 全球已有多国陆续通报此类病例 飞机上被热情粉丝频频骚扰 泰森起身连锤数拳 更多的国际新闻呢第一时间 稍后给您详细说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甲 刘婶呢 她呀得了灰指甲 灰指甲要小心 传染 可不是吗 她怕传染给小孙子 想抱不敢抱 小手也不敢签 灰指甲 变色 变厚 变形 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 聚为同点查计 灰指甲 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致 咱呢 要经常检查 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灰指甲 小心传染 得治 对 得早点治 灰指甲会传染 抓紧致 赶快去 灰指甲找亮甲 乐泰亮甲 人生啊 就像一场变脸 喜 哦 轮番上眼 可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哦 啊 请用输筋剑鸟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对症 输筋剑鸟丸 望州白云山陈里记 一安宁晚 始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来看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21号 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了新增34例不明原因的儿童肝炎病例 至此呢 英国近期通报的此类病例已经达到了108例 同一天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出了警告 要求全美医生注意不明原因的儿童肝炎病例 英国通报称 在已确诊的108例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病例中 79例位于英格兰 29例分布在英国其他地区 此外 所有患者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因此排除了疫苗引发疾病的可能性 另据报道 大约77%的病例检测出 腺病毒阳性 科学家正在研究其中的关联 同一天 美国疾控中心也表示 正在调查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病例 与腺病毒之间的关联 该中心建议各地医护人员 在接诊此类病例时 进行腺病毒检测 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病例 最先在英国被发现后 全球已有多国陆续通报此类病例 在美国 即亚拉巴马州此前通报发现9例后 北卡罗来纳州21号也通报发现2例病例 其中部分患者病情严重 需要接受肝脏移植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法国 拥有2米22身高的篮球运动员文森特普尔绍 是法国最高的人 最近他通过分享自己的日常 在社交媒体上成为了网红 人们对这位巨人的生活十分感兴趣 生活在法国土尔市的文森特普尔绍 效力于当地一支球队 成为拥有近150万粉丝的新进网红后 文森特最近也变成了球队的吉祥物 走在街头 不时有路人希望跟他合影 文森特的网络成名之路源于偶然 他把自己对着镜子跳舞 却看不到脑袋的幽默视频 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一夜之间收获了20万点赞 发现网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很感兴趣后 文森特开始分享更多 比如必须低下头才能穿过门 洗碗也得坐在凳子上等等 在他看来 这些细节虽异于常人却十分有趣 文森特8岁就长到了1米83 12岁时身高达到2米 过去近30年来 尽管因为个子太高 遇到过种种不变 但文森特还是开朗地 把这看作是一种超能力 希望自己的分享能激励更多人 近期还有制片人邀请文森特拍电影 不过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希望用笔继续和人们分享自己的超能力 下面我们来说一个狠人 前世界重量级拳王麦克泰森 最近他又摊上麻烦了 日前泰森在坐飞机的时候 遇到了一名过度兴奋的粉丝 由于这个粉丝他不停地和泰森说话 而且还朝泰森扔了一个水瓶 最终是把泰森给惹毛了 拳王暴怒 起身向这名粉丝连锤竖拳 要知道可是拳王的拳头 报道说起初泰森还是有一些耐心的 而且他还告诉这名粉丝说你冷静点 但是他一直不停地劝说 这个粉丝还是依然我行我素 泰森最后是忍无可忍就上手了 视频显示泰森连打了竖拳 导致这个粉丝是前额流血 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当中 粉丝的委屈的表情 真是 之后被殴打的男子 就接受了治疗 并且向警方报警了 旧金山警察局说 他们拘捕了两名和这件事件有关的人员 但是并没有透露泰森是否在其中 打人肯定不对 不过我想这个粉丝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说 他跟拳王泰森交过手 再次强调打人是不对的 好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 一位了不起的百岁老人 在巴西百岁老人沃尔特奥斯芒 因为84年来供职同一家企业 而创造了世界纪录 奥斯芒老人传授了他为同一家公司工作84年的经验 有需要工作 有需要工作 所以我开始工作 那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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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工作 有需要工作 每天200工程 这种力量 有需要工作 到了销售经理的位置 除了对工作充满热情 他的另一个秘诀是健康 上了84年的班 这个记录确实不容易打破 好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浏览国际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 国际焦点新闻 当地时间22号清晨 以色列警察与巴勒斯坦民众 再度在耶路撒冷老城 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附近 发生冲突 根据以色列警方消息 自当天凌晨4点起 有上百名巴勒斯坦蒙灭青年 在阿克萨清真寺附近区域游行 并向以色列警方投掷石块 燃放烟花 以色列警方则发射 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进行回应 冲突造成至少27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据美国航天局21号消息 伊利号火星车 近日传回了一段 从火星上拍摄的日时画面 这场火星日时 于4月2号上演 持续40多秒 当时火星的卫星之一 火卫一从太阳前面经过 挡住了太阳射向火星的光线 这一过程被伊利号火星车 记录了下来 这是伊利号登陆火星 397个火星日后 首次拍到日时 当地时间21号 阿根廷一个大型 天然气管道项目 进入施工招标阶段 该项目管道将从布伊诺斯 爱丽丝西南部 向北延伸1000多公里 以扩大阿根廷的燃料运输能力 这是阿根廷过去40年来 最大的天然气项目 据了解 招标工作将于5月正式启动 并在7月做出决定 项目第一阶段将从8月开始 到2024年结束 预计耗资15亿美元 当地时间21号 南非东部夸祖卢纳塔尔省警察部长 再来在向媒体介绍洪灾情况的时候说 该省的洪灾死亡人数 已经修正为435人 目前该省警察部门 已派出4000多名警员 投入搜救和维持秩序 我们来看一个惊险的画面 当地时间的4月18号 俄罗斯莫斯科一名女子 在下火车时 腿被火车门卡住了 虽然她拼命地敲打车门 试图让门打开 但是火车启动后 她还是被拖在了站台上 周围乘客跑过来帮忙 他们抓着车门 试图帮助女子把腿拉出来 但是最终没有成功 站台上的其他乘客 也试图引起司机的注意 让火车停下来 据报道 紧急服务部门 后来在铁轨上救出了这个女子 她被送往医院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呢 调查人员正在调查 火车是如何在 没有确保每个乘客 都安全下车的情况下 被允许启动离开车站的 我们继续来看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4月22号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东部海岸的一个酒店 遭遇了自杀式的炸弹袭击 现场发生了交火 索马里警察总监穆罕默德 数名国民议会议员 以及多名政界人士呢 当时正在酒店用餐 袭击事件已经造成了 人员伤亡 但是具体数字尚不明确 目前呢 尚武组织宣称 对此事件负责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老年人身体弱 想补充营养 建议每天喝两杯驼奶 驼奶自古就是养生上品 在元代被列为八针之一 骆驼生活在大多数生命 都无法长期生存的沙漠环境中 骆驼的奶因此也含有很多 更适合老年人的营养成分 斐特维尔金罐驼奶粉 产自北纬40度 内蒙阿拉扇黄金牧场 含有丰富的内胰岛素因子 不饱和脂肪酸 还特别添加了出乳 酸澡仁 对身体好 对睡眠好 骆驼奶 我选择斐特维尔 更懂老年人的驼奶 斐特维尔金罐驼奶粉 邀您来体验 原价398元一罐的驼奶粉 现价一折 只收39.8元 加入VIP会员 再免费多送您三罐 每天价限50个名额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好消息 好消息 斐特维尔金罐驼奶粉 邀您来体验 原价398元 现在一折体验 只收39.8元 先申请先体验 加入VIP会员 免费再多送三罐 斐特维尔金罐驼奶粉 源自内蒙阿拉扇 这里有中国数量最多的 双风骆驼 从鲜奶到成品 确保24小时内完成 斐特维尔金罐驼奶粉 强强强 现在就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申请体验 十斤鲜驼奶 一斤驼奶粉 早上一杯 精神百倍 晚上一杯 整晚安睡 每天两杯斐特维尔驼奶粉 一年身体大变样 斐特维尔金罐驼奶粉 邀您来体验 原价398元 现在一折 只收39.8元 加入VIP会员 再免费多送三罐 每天仅限50个名额 赶紧拨打电话 抢购吧 老年人喝驼奶 金罐驼奶粉 金罐驼奶粉 斐特维尔金罐驼奶粉 骆驼奶好不好 看看配料表 生驼乳 才第一位的 错不了 斐特维尔金罐驼奶粉 好奶圆 北纬40度黄金牧场 内蒙阿拉扇双风骆驼 24小时内 鲜奶倒成品 好营养 丰富的赖氨酸 不饱和脂肪酸 还特别添加了出乳酸枣仁 对身体好 对睡眠好 好吸收 新型低温干燥喷粉技术 有效保留 驼奶分子结构和营养 小分子驼奶 易吸收 每天两杯好驼奶 一年身体大变样 内蒙正宗 斐特维尔金罐驼奶粉 请你来体验 原价398元 现在一折 只收39块8 加入VIP会员 再免费多送三罐 每天仅限50个名额 赶紧拨打电话 抢购吧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红啊 请用书筋剪腰丸 专要关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望周白云山 陈里记 昨天是世界地球日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场 地球级的音乐会 我是彭博 感谢您收看 第一时间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